小芳笑得真灿烂啊,让人心痒痒的,地里的西红柿丰收,小芳也准备着要与阿强一家人过年了,虽说被婆婆赶出来了,不讨喜爱,但善良的小芳依然决定要给老人家拜年,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虽说她自己如今过得这般贫苦,但为了女儿有个名正言顺的家,她愿意忍受一切委屈。 小芳是一个命苦的女人,在二十岁的花样年华,她就与阿强结为夫妻,并很快怀上了孩子。 年纪轻轻的她,还没来得及享受青春的自由与快乐,就承担起了母亲的责任。 然而,在婆婆家的日子并不轻松。 小芳始终得不到婆婆的喜爱,她不得不一边带娃,一边操持着一家人的家务。 尽管她努力付出,但最终还是被婆婆赶出了家门。 幸运的是,阿强对小芳的爱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她心疼小芳的遭遇,让她还能在这片深山小屋里居住。 虽然生活环境艰苦,但小芳至少有了一个安身之所。 小芳在深山里努力维持着生活,她用自己的坚韧和毅力为孩子和自己创造着一个温暖的家。 她每天辛勤劳作,照顾着孩子的起居,同时也尽力开垦着周围的土地,希望能够种植一些蔬菜和粮食。 尽管生活艰辛,但小芳并没有放弃。 她相信,只要她和阿强一起努力,他们一定能够渐渐改善生活条件,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未来。 在这个过程中,小芳也学会了依靠自己的力量。 她开始学习一些农业知识,希望能够增加家庭的收入。 她用自己的双手,养护着家里的田地与家禽,还经常去野外采摘果实,拿到集市上去卖。 小芳请求附近村里的大娘,来她的地里摘些西红柿,她支付了一些票子作为买入西红柿的费用。 小芳摘着这些红彤彤的西红柿,心中充满了赤诚和期待。 这些西红柿鲜艳欲低,就像小芳那颗渴望被理解和接纳的心一样。 她用心地挑选着每一个西红柿,仿佛在为自己的心愿注入力量。 小芳想象着婆婆收到这些西红柿时的表情,她希望婆婆能够感受到她的诚意和善意。 她摘下的不仅仅是西红柿,更是一份对家庭和睦的期盼。 过几天,小芳将会带着这些西红柿前往婆婆家。 她希望这些西红柿能够成为沟通的桥梁,让婆婆明白她的心意。 小芳明白,婆媳关系的和谐需要双方的努力和理解。 她愿意用自己的行动去化解矛盾,展现出她对家庭的重视和对婆婆的敬爱。 无论是西红柿还是她的心意,小芳都希望能够为婆婆带去一份温暖和喜悦。 她深信,只要用心去经营,家庭的和谐与幸福是可以实现的。 真希望小芳的努力能够被婆婆理解和接纳,让她们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 家庭的和谐是每个人所追求的,而真诚和关爱是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石。 愿小芳的赤诚之心能够融化尖兵,开启家庭和睦的新篇章。 小芳真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坚强女性,她在深山里独自带娃生活了很长时间。 无论是干农活还是做其他事情,她总是带着孩子一个人承担着所有的责任。 尽管生活艰辛,但小芳从未抱怨过。 她以乐观的态度面对困难,默默地坚持着。 在采摘西红柿的时候,她甚至担心周围的树枝会伤到女儿将她紧紧地包在怀里。 小芳一边干活,一边时刻留意着女儿的安全,这种细心和关爱让人感动。 她的坚韧和毅力让人感叹,她不仅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还要完成各种农活。 在这个艰苦的环境中,她没有丝毫怨言,而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美好的生活。 小芳的细心和母爱让人动容,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着女儿,给予她关爱和呵护。 她的坚韧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佩,希望她的努力能够得到回报。 婆婆能够看到小芳的善良孝心,真正接纳她这个儿媳妇。 小芳平时是一个节俭的人,对自己很吝啬。 尽管她不舍得花钱去买西红柿,但为了和阿强在一起,她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 她采摘西红柿,不仅是为了节约成本,更是想用这份心意让婆婆高兴。 小芳深爱着阿强,愿意为她倾其所有。 她深知,婆婆喜欢西红柿,因此希望通过投其所好来增进与婆婆的关系。 她用心地挑选着每一个西红柿,眼看着篮子里装满了鲜红的果实,心中充满了满足和期待。 采摘结束后,小芳将篮子里的西红柿装进锣筐。 锣筐渐渐装满,小芳也准备回家了。 她满怀欢喜地计划着过几天去看望婆婆,想要好好准备一下,给婆婆一个惊喜。 她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维系着家庭的和谐,希望她的努力能够被婆婆理解和接纳,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 小芳一回到家就忙碌起来,她将西红柿切碎,准备做一道美味的西红柿炒鸡蛋。 女儿乖乖地躺在床上玩耍着,给小芳带来了一丝欣慰。 小芳打算先做一次尝尝味道,然后再送给婆婆。 她自己平时是舍不得吃这么好的东西,希望婆婆能够喜欢这份礼物。 准备好食材后,小芳坐在火堆前,认真地翻炒着西红柿。 西红柿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让小芳的肚子更加饥饿了。 在这个地方,西红柿并不是常见的食材,所以这道菜对小芳来说显得格外珍贵。 西红柿炒熟后,小芳坐在床边,享受着美食的滋味,心中充满了满足。 她希望婆婆能够喜欢这份西红柿礼物,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赢得婆婆的接纳。 小芳坚信,只要她持之以恒地付出,一点一点地努力,最终一定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小芳的心意和坚持让人感动,她用自己的方式努力为家庭带来和谐与幸福,希望她的努力能够得到回报,婆婆能够感受到她的真诚和爱。 小芳带着娃,自己生活都困难,如今还带了一个孩子回来,这下好了,这么一个小屋子,小芳一人得照顾三口人。 为了维持家用,小芳出来砍芭蕉,好在小女孩很懂事,在小芳砍芭蕉时帮她看孩子,日子虽苦,但三人却很开心,仅仅是晴朗的天气都让他们露出了笑容。 小芳是一个真正善良的女人,上次在路边看到一个迷路的女孩子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父母,她心生怜悯,决定将她带在身边,像照顾自己的亲女儿一样照顾她。 尽管小芳自己生活并不富裕,但她仍然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照顾这个孩子的责任,她用自己的爱和关怀给予这个孩子一个温暖的家。 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善良和无私,她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照顾这个孩子,直到她找到自己的父母。 在这个过程中,小芳展现出了母性的光辉。 她用自己的爱和耐心陪伴着这个孩子成长,她不仅给予她物质上的支持,还给予她精神上的关爱和鼓励。 小芳提着水壶从河边回到菜园,准备给菜地里的蔬菜浇水。 她的身后紧跟着一条可爱的小尾巴,那是她最近收留的小女孩。 自从有了小女孩的加入,小芳的生活变得更加忙碌了。 她现在需要照顾两个小孩子,这对她来说是一项新的挑战。 每次干活时,小芳都要带着两个孩子一起。 她一边忙碌着,一边还要留意他们的一举一动,确保他们的安全。 小芳认真浇着水,尽管任务加重了,但小芳并没有丝毫怨言。 她用爱心和耐心照顾着两个孩子,给予他们温暖和关怀。 小芳明白,照顾孩子们虽然辛苦,但也是一种幸福。 她愿意承担起这份责任,为他们创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 小芳将手帕用热水打湿,仔细地凝干,以确保手帕的温度适宜。 她轻轻地将温暖的手帕敷在小女孩的脸上,温柔地擦拭着。 小芳的动作轻柔而细心,她小心翼翼地擦拭着小女孩的脸颊、额头和口鼻周围,以去除污垢和疲劳。 小芳用温暖的手帕给小女孩擦脸,不仅是为了清洁,更是为了传递关爱和温暖。 这个简单的举动体现了小芳对小女孩的呵护和关心,也让她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小芳收拾好家里的一切后,便带着小女孩一起出发前往野外,准备采摘些芭蕉叶。 小女孩非常懂事,一路上紧跟着小芳,安静而乖巧。 小芳在小女孩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 她意识到小女孩在这个年纪就已经很懂事了,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情绪。 这让小芳十分心疼,她明白这个年纪的孩子本应该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地度过童年。 小芳对小女孩充满了关切和爱护。 她希望能够给予小女孩更多的温暖和关怀,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和安全。 小芳希望小女孩能够放下心中的负担,自由地展现自己的情感和个性。 她将鼓励小女孩勇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帮助她建立自信和独立的人格。 小芳愿意在有限的时间里陪伴小女孩一起成长,寄予她爱和支持。 小芳专注地处理着芭蕉叶,仔细检查每一片芭蕉叶的表面。 她打算将这些芭蕉叶采来拿到集市上去售卖,所以确保芭蕉叶的完整性对她来说至关重要。 这个季节,小芳实在找不到其他更好的东西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了。 芭蕉叶在平时可以作为主食物的材料,将食物包裹在芭蕉叶中蒸煮,会使食物带上一种独特的香味。 小芳打算将这些芭蕉叶卖了,换点票子,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她深知生活的不易,因此努力寻找各种方式来增加收入。 在处理芭蕉叶的过程中,小芳不仅注重芭蕉叶的外观,还确保它们的品质。 她希望能够以优质的芭蕉叶吸引顾客的注意,从而获得更好的销售价格。 每一片芭蕉叶都承载着小芳的希望和努力。 她用心地处理着它们,仿佛在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打拼。 这个小小的举动背后,是小芳对生活的坚持和奋斗。 希望小芳的芭蕉叶能够在集市上畅销,为她带来所需的票子。 她的勤劳和创造力将为她的生活注入新的希望和动力。 小芳之所以如此努力地赚取票子,是因为她最近的生活也十分贫瘠。 家里多了一口人,她深感自己的责任更重了。 为了让女孩每天都能吃上饱饭,她想尽自己所能,给予女孩一个温暖稳定的生活环境。 无论是在艰苦的生活中,还是面对困难时,小芳始终保持着善良的本性。 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爱与关怀,为女孩树立了一个榜样。 小芳自己的生活已经充满了苦涩,她深知命运的不公。 因为自己曾经经历过淋雨的苦楚,所以她希望能够为别人撑起一把伞。 从小到大,小芳没有经历过被父母呵护和照顾的滋味。 直到嫁给阿强做媳妇之后,她才有了名义上的父母。 然而,在婆婆那里,她受尽了苦楚,没有得到过温柔的对待。 这些经历让小芳更加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和不义。 她希望即使是陌生人,也能心存善意,对待每一个所遇到的小孩子。 她深信,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得到关爱和呵护。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传递出爱与温暖, 让那些没有父母关爱的孩子们感受到社会的关怀。 小芳的善良之心并没有因为自己曾经的遭遇而变得冷漠。 相反,她用自己的精力激励着自己去关心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她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无论他们来自何处。 小芳相信,只要每个人都能多一份善意和关爱, 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 小芳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因为自己淋过雨, 所以想给别人撑把伞的信念。 她愿意为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付出自己的爱和努力, 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和希望。 这是小芳收留小女孩的第三日了。 她们相处得很好, 小芳也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女孩, 温暖着女孩的心灵。 有好吃的也是第一时间想到给女孩, 明明自己也才二十岁的年纪, 却能像母亲一般给足了两孩子关爱与照顾。 别看小芳已经成为了母亲, 但实际上她只有二十岁。 在我们这里, 这个年纪的年轻人通常还在大学里追求知识和梦想。 然而, 在越南的环境中, 早婚和生育是很常见的现象。 由于缺乏更多的学习机会, 小芳和其他年轻的越南姑娘们早早地开始了家庭生活。 她们面临着贫困的乡村环境, 每天都必须为了一日三餐的温饱而努力。 除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她们还要承担起照顾家人衣食起居的责任。 这些日常的琐事和挑战足以让她们感到烦恼和压力。 在这样的环境下, 小芳和其他年轻母亲们可能无法享受到 与我们这里同龄人相同的学习和发展机会。 她们的生活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家庭和生存上, 而知识和技能的获取可能受到限制。 不同的地区和文化背景下, 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机会存在差异。 对于小芳和其他越南姑娘来说, 尽管面临着困难, 但她们依然努力着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奋斗。 希望屏幕前的朋友们能够留下你们的鼓励与祝福, 在新的一年祝福大家顺顺利利,快快乐乐。 小芳和小女孩坐在床边, 一同享受着这简单而温馨的早餐时光。 小芳用一只手轻柔地抱住怀中的女儿, 为她喂奶, 另一只手则充满爱意地给小女孩喂食。 尽管她们并非亲生母女, 但她们之间的亲情却如同亲生儿女一般深厚。 小芳用她的关爱和温柔, 给予小女孩无微不至地照顾。 她们彼此陪伴, 共同度过这平凡而美好的时光。 这是亲情的力量, 无论血缘关系如何, 爱和关心可以超越一切。 小芳用她的爱为小女孩创造了一个温馨的家, 让她感受到了真正的亲情和关爱。 真怕小女孩不舍得回家呀。 小芳带着昨天采摘的芭蕉叶来到一个店铺, 准备卖给经常收购芭蕉叶来制作糯米饭的老板。 小芳让老板仔细检查芭蕉叶的质量, 以确保它们符合要求。 在商讨价格的过程中, 小芳希望能够以较高的价格出售这些芭蕉叶。 她向老板解释说, 这些芭蕉叶是她精挑细选的品质上乘。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两人最终商议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价格。 老板支付了票子给小芳收下了芭蕉叶。 小芳满心欢喜地离开了店铺, 她对这次交易的结果感到满意, 让小芳感到开心和满足。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精心挑选, 小芳成功地将芭蕉叶卖出并获得了一个不错的价格。 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成就感和经济上的收获。 小芳带着刚赚到的票子满心欢喜地来到了一个店铺。 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要给女孩买一双袜子。 她的善良真是令人感动。 她完全没有为自己考虑, 而是第一时间想到了女孩的需要。 她担心女孩光着脚会受粮, 所以毫不犹豫地决定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给她买一双温暖的袜子。 小芳的行为充满了无私和关爱, 她并不在乎自己是否也能得到什么。 她的关注点完全放在了女孩的幸福和舒适上。 这种善良和关爱让人对小芳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善良和无私奉献。 我们应该向小芳学习, 关心他人, 尤其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无论是小小的举动, 还是大大的善举, 都能给他人带来温暖和改变。 小芳一回到家, 没有片刻休息, 立刻开始忙碌起来。 她动手清理门前的杂草, 决心为家园创造一个整洁的环境。 小芳选择了一种高效的方法来处理杂草, 她点燃了火焰, 将杂草燃烧殆尽。 这种方法不仅可以迅速清理杂草, 还可以清除地里的害虫为将来的种植做好准备。 通过燃烧杂草, 小芳为自己的土地创造了一个干净, 健康的基础。 这样一来, 她可以更加方便地在上面种植自己喜欢的产物, 实现自己的农业梦想。 小芳的勤劳和决心值得我们学习。 她不辞辛劳地清理门前的杂草, 为自己的生活和农业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种积极主动的态度将有助于她实现自己的目标, 并创造出一个繁荣的家园。 小芳在清理杂草的同时, 时刻警惕着火焰的蔓延。 在山里烧火时, 控制火事是至关重要的, 以避免酿成大祸。 小芳已经独自生活了一个月, 这段时间里, 她逐渐将这个小屋视为自己的家。 她心中渴望着丈夫阿强能够回来, 与她一同生活, 共同照顾女儿的成长。 如果没有婆婆的棒打鸳鸯, 她们一家三口应该会非常幸福。 小芳想象着阿强回来后, 她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 给予女儿关爱和教育。 小芳对家庭的渴望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那么真挚。 她希望能够和丈夫一起创造一个温暖, 和谐的家庭环境, 让女儿在爱的包围下茁壮成长。 然而, 现实中的困境让她感到无奈。 她只能默默地期盼着, 希望有一天, 他们一家三口能够团聚, 过上幸福的生活。 小芳点燃了最后一把火, 将最后一点杂草投入了熊熊燃烧的火焰之中。 火焰渐渐升腾而起, 火红的颜色宛如小芳善良的心灵, 散发着温暖和热烈。 她的善良和热情透过火焰传递出来, 她用自己的行动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火势渐渐熄灭, 留下一堆焦黑的痕迹。 小芳仔细检查着火堆, 确保没有任何未熄灭的地方, 以确保安全。 突然, 她的目光被火堆中一顶红色的帽子吸引了过去。 小芳心中一解, 那是小女孩的帽子。 担心小女孩出了什么事情, 当发现小女孩安然无恙地站在屋子旁边时, 小芳松了一口气。 她看着小女孩, 心中充满了宽慰和感激。 小芳的关切和紧张, 表明她对小女孩的安危非常在意。 她对小女孩的呵护和保护, 是她善良和母爱的体现。 太好了, 一直独居的小芳, 家里终于来了一群小客人, 这些孩子都很懂事, 看小芳在忙, 便主动帮小芳, 一群人同心协心, 心连着心, 配合得很默契。 小芳第一次这么快就干完了活, 这都多亏了他们的帮忙, 为犒劳这些孩子。 小芳拿出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大米, 给他们煮了一锅香喷喷的米粥, 这些孩子都是留守儿童, 也很少吃到这般美味的米饭, 吃完饭甚至还懂事地帮小芳洗碗, 小芳也很高兴认识这群孩子, 他们让小芳的心灵充满了温暖。 清晨的阳光还未完全洒向大地, 小芳便早早地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她要给菜园里的小菜浇水, 让他们在清晨的滋润中茁壮成长。 小芳已经在这深山里独自居住了一个月, 这片菜园里的每一寸土地, 都是她一个人心情开垦出来的。 每一株蔬菜, 也都是她用心呵护, 亲手种植和打理的成果。 她依靠自己的双手, 实现了每天的温饱, 对此小芳感到非常满足。 然而, 长时间身处深山之中, 没有人与她交流和说话, 小芳难免会感到孤独。 她渴望有人能与她 分享这份宁静和辛勤的劳作, 渴望着丈夫阿强能够陪伴在她身边。 如果阿强在这里, 他们可以一起照料菜园, 一起分享生活的点滴。 他们可以相互扶持, 共同面对深山生活的挑战。 小芳期待着有一天, 阿强能够回到她身边, 让这个深山的小家园充满温暖和幸福。 天空的颜色显得有些阴沉, 小芳轻柔地将熟睡的女儿 小心翼翼地放在床上。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小家伙已经长大了不少。 小芳看着女儿可爱的脸庞, 心中充满了感慨。 她知道, 当阿强回来时, 一定会对女儿的变化感到惊讶。 这个小宝贝, 是她和阿强的心头肉, 是他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存在。 尽管婆婆对这个孙女并不是很喜欢, 但小芳和阿强都非常珍惜她们的心肝宝贝。 无论外界的看法如何, 小芳和阿强都坚信, 她们的宝贝女儿是独一无二的, 值得她们用心去呵护和疼爱。 她期待着阿强早日归来, 一起见证女儿的成长, 共同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她们都会守护着她们心肝宝贝, 给予她满满的爱和幸福。 小芳费力地搬着一块块沉重的石块, 她的目标是用这些石块将无前的小水勾围起来, 以便更好的储存水源。 这些石块的分量着实不清, 每一次搬运都让小芳感到有些吃力。 在这个时候, 她不禁心中暗想, 要是有阿强在这里一起帮忙就好了。 有了阿强的帮助, 他们可以更快地完成这个任务, 而且自己也不会如此辛苦。 然而, 小芳心里也很清楚, 阿强是无法来到她身边的。 尽管心中有些遗憾和无奈, 但小芳并没有气馁。 她知道自己必须要坚强, 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完成这个任务。 小芳正吃力地干着活, 汗水顺着她的额头滑落。 就在这时, 一群孩子竟然来到了她的跟前。 这些孩子们注意到小芳独自一人努力干活, 心中涌起了想要帮忙的念头。 小芳之前曾无常地给她们吃梨子, 这种关爱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少有的温暖。 他们明白知恩图报的道理, 虽然他们年纪还小, 无法搬起很重的东西, 但他们人多力量大, 齐心协力, 相互配合着, 尽力为小芳提供帮助。 有了孩子们的加入, 小芳突然觉得工作变得轻松了一些。 他们的热情和努力让她感到无比温暖。 她从未想到自己一次小小的善举, 竟然能被这些孩子们铭记在心。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任务也迅速完成着。 孩子们的帮助不仅减轻了小芳的负担, 更让她的心中充满了感动。 他们的善良和懂得回报的心, 让小芳看到了人性的美好。 这个小小的举动, 不仅让她的劳动变得更加愉快, 也让她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孩子们的笑容如同阳光一般灿烂。 这次经历让小芳明白, 善良和关爱是会传递的, 它们能够在人们之间产生连锁反应, 带来更多的温暖和美好。 小芳决定, 以后也要继续传递这份善良和关爱,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和帮助。 她相信, 只要每个人都付出一点爱, 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经过如此长时间的劳动, 小芳心想, 孩子们的肚子想必也咕咕叫了。 为了犒劳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小芳决定煮些美味佳肴来表示感谢。 今天能够如此高效地完成任务, 全赖孩子们的热心帮助。 小芳内心充满感激, 在她最需要援手的时候, 孩子们如天使般降临。 正因他们的到来, 这个常年被孤独笼罩的小屋瞬间充满了欢声笑语。 孩子们带来的温暖, 让小芳感到不再那么孤单。 这是阿强不在的时候, 小芳觉得屋子里最温暖的一次。 她深知, 这份温暖不仅仅来自于孩子们的陪伴, 更是源于他们纯真的心灵和无私的帮助。 小芳在为午饭忙碌着, 她希望通过自己做的饭菜, 将自己的感激之情传递给孩子们。 她要让他们知道, 他们的付出是多么的珍贵和重要。 这个曾经寂静的小屋, 如今充满了欢声笑语和浓厚的人情味。 小芳知道, 这段与孩子们共度的美好时光, 将成为她心中永恒的回忆。 而她也将怀着感恩之心, 继续将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让这个小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锅里的南瓜小粥已经煮得差不多了, 热气腾腾, 香气扑鼻。 小芳小心翼翼地为孩子们盛着米粥, 生怕洒出一滴来。 孩子们的肚子早就咕咕叫了, 米饭的香味如同一股诱人的魔力, 环绕在他们的鼻尖。 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 米饭是非常珍贵的食物。 小芳毫不犹豫地将仅有的米饭都拿出来招待他们, 希望能让孩子们吃得饱饱的。 他们围坐在一起, 开心地分享着这来之不易的米饭。 小芳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 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满足。 他们的快乐就是他最大的幸福。 他与孩子们坐在一起, 共同享受着这温馨的一刻。 嘴里的米饭似乎变得更加香甜了, 因为其中蕴含着小芳对孩子们的深深关爱和感激之情。 这一刻, 小芳真正体会到了分享和给予的快乐。 在这个小小的屋子里, 弥漫着温暖和幸福的氛围。 孩子们的笑声和满足的表情, 让小芳感到无比的欣慰。 这温馨的一刻将永远铭刻在小芳的心中, 成为他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之一。 他知道, 即使生活中会有困难和挑战, 但只要有爱和关怀, 就能创造出美好和幸福。